這就是我家的客廳 那旁邊就是我家的餐廳 客廳走出去 還有一個小陽台 室內三十坪 兩廳三房的格局 有主臥 還有收藏室跟書房 很夠主委夫妻倆生活 而這樣的空間 以台北市中心來說 已經算非常大了 空間太小的話 一定會覺得說很壓迫 每個人的活動空間 你要有一個合理化的活動空間 你不能說回來 只有一個地方睡覺 那你空間如果說不夠的時候 你的心情就會很不好 這邊房價它漲不大概 從以前到現在大概到多少 從以前六七十萬 一路漲了八九十萬 現在都超過一百萬了 所以已經是非常的 覺得非常的可怕 最近三年五年就一直不停的漲 有去無回 而這個房價越來越貴 也進一步連帶影響到了 台灣人買房的這個面積 看到了今年前四個月 平均買賣移轉面積呢 是來到了30.6坪 相較於七年前 也就是2016年的時候 少了3.1坪 其中呢 又以台北市的小宅化 最為明顯 看看2017到2022年 台北市的平均購物面積 還能維持在24到26.6坪 但今年初的數據 已經掉到22.3坪 持續探底 新北市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去年僅剩下25.4坪 成為2016年後的新低 高雄市買賣移轉平均平數 也已經跌破了30坪 而六都之中 最好的是台南市 36.6坪 但是這個數字跟前幾年 平均移轉都超過40坪的狀況 比起來也是差了很大 當然第一點就是房價 開始越來越高了 所以以總價模式來講 小宅的話 它比較有這個價格的競爭力 那麼再來的話是設置合理結構的問題 因為不揮不生跟少子化的一個影響 所以大家需要的這個面積當然也越來越少了 那三代同堂的也大幅的減少 所以對於小宅的這個需求度也明顯的增加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像是這個台南高雄 在過去這個以這個大坪數透天為主的這個交易的區域呢 近幾年也是以這種大樓類型的這樣子的房子越來越多了 高房價壓力下 台灣也準備迎來瓜居時代了嗎 換算每人平均居住空間 台灣人每人居住面積為15.6坪 數字看起來不小 但是這個是還沒有扣掉超高的公社比 實際坪數恐怕還要再大打折扣 若是跟其他鄰近地區比一比 地狹人稠而產生出各種小宅的日本 人均居住更小僅有面積10.6坪 而充斥著奈米公寓的香港更不用說 腹地小房價高讓人均居住面積僅有4.8坪 其實像東京那更明顯其實在香港 那基本上房價越高越都會化的一個城市 那它的一個因為房價的居住代價 不管是住金或者是房價都相對高的狀況下 那它就只能用這種居帶空間的 比較小的一個狀況來取代一個生活的 基本的一個需求 那其實我們這次觀察 其實全台主要都會區都出現類似的一個現象 那主要反映過去的兩年 其實房價上漲的速度其實是很快 可能台中台南高雄 他們後來因為房價從二字頭 一路往三字頭或四字頭上漲的過程中 其實台北的開發商有過去 雙北的一個發展的經驗 他們會把一些空間的尺度給壓小 那在總價的部分去控制 然後迎合現在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所以整個即使是三房一樣的產品 三年前跟四年前 跟現在的一個格局 評出來講就會有一個明顯的差距 把時間軸拉長來看 二十年來台灣房價已經成長將近兩倍 但是薪水卻持續停滯 種種大環境迫石下 也連帶使居住空間呈現倒退爐 記者新聞 陳旭逸 陳文岳 台北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